那么知道了如何安装之后呢 我们再来写一下这样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呢 就是我们下面接着练习的 就是这样一个 关于使用Sharonium 来爬取斗鱼直播平台 什么所谓的房间信息 然后呢 对应的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里 我们去看一下 斗鱼大家都删过对吧 删过斗鱼吧 没有是吧 我是不信的 在这个地方呢 是全部分类的 全部的在线直播的房间的信息 但是一个在线直播 等于全部对不对 那全部下面呢 这上面不是对吧 上面应该是一些推荐对吧 那全部这里呢 大家看到 有这些东西对吧 房间信息每块都是一个房间 对吧 每块都是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这个图片啊 房间名字对吧 分类 然后呢 这个是主播的名字 然后还有这样一个观看的人数 对不对 你这些信息在这里 大家看一下 这里很多房间 然后呢 这是当前第一页对不对 那下一页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点一下 下一页这个按钮就去了呀 那上古的上古的时候呢 这里一共是60多页 现在呢 才是102页 那可能再晚一点的时候呢 可能更多了 可能200多页 300多页都有可能 对不对 那么要起的爬路是爬什么呢 爬去这个地方呢 所有的房间的 所有的房间信息 就从这一页到最后一页 都要爬 那这个时候 大家想一下 这个时候 我们的思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呀 先干什么 我们先应该准备一堆UR地址 还是准备 一个styleUR啊 styleUR地址 对不对 为什么呀 因为页数是不确定的 那有了UR地址之后呢 我们要干什么呀 有了UR地址应该干什么呀 是不是放松请求呀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使用365 发送请求该怎么发呀 使用365 如何发送请求都不会吗 直接get吗 拿什么get呀 先创建一个 实力化U driver 对不对 实力化U driver之后 在driverget 是不是可以请求了呀 那请求完了之后呢 能够拿到什么呀 当前的页面上的 所有的HM字幕串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 再去干什么呀 去提取数据了 对不对 数据怎么提取啊 数据怎么提取啊 先分组对不对 我们前面是不是讲过先分组呀 那分组 每个房间是不是都是一组呀 那分完组 每个组是不是再提取数据呀 drivers find element by id by class name by xbus 是不是都可以提取数据呀 那当前这个页面上 数据提取完了之后 干干什么呀 是不是得保存呀 保存数据对不对 保存完数据在干什么呀 是不是要 拿下页的数据了呀 拿下页的数据 我们是不是得有下页的URL地址呀 下页的URL地址怎么提取啊 在当前这个代码里面 我们需要提取下页的URL地址吧 在当前这个代码里面 我们需要提取下页的URL地址吗 不需要 为什么呢 我们点一下下页的按钮 是不是去下页了呀 没有必要提取下页的URL地址 对不对 那下页按钮怎么怎么获取到呀 如果他有class 我们对他通过class 获取就可以了 对不对 如果他有id的话呢 我们通过id去获取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页 是不是在这里呀 他是不是有这样的class呀 看见了吗 然后还有下页三个字 这个时候我们脑中 瞬间闪悟的 我们可以通过bylinktext 是不是可以获取到A标签呀 也可以通过class 来获取到A标签 对不对 那或者通过chapus 也可以获取到A标签 对不对 那问题来了 最后一页 它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我们不确定 我们去看一下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看见了吗 是不是也有下页几个字呀 也是有这个sharkpagerlinks的 对不对 这个class的对不对 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 我们是不是不能再使用 linktext的这种方法来获取啊 也不能使用class 等于它呢 放上来获取 对不对 那在这里呢 大家还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就是在salernium里面呢 我们使用finlementbychapus的时候 我们不能把这些 不能把这些class 全部写上去 只能写其中一个 明白吗 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大家写一下哈 salernium中 find element by class name 只能接收一个class 对应的一个值 对应的一个值 不能传入多个 但是在我们xpass里面呢 它就我们就需要把这个class name给它传全了 对不对 包括有个空格我们都得给它补上 对吧 否则的话是救命不到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 在salernium里面呢 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只给它全部传了之后 它会报错的 其实我们传了一个复合的class的值进去 而salernium它是不支持这种操作的 它只支持我们传入一个class 比如说我们要么就传 第一个 这一串 要么就传这一串 要么就传这一串 但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页的时候它是有shack page next的 最后一页也是有这个class的 所以是不行的 对不对 所以此时此刻呢 我们只能使用xpass的 对吧 find element by xpass xpass里面写什么呢 就刚刚a add class 对于shack page next 是不是可以定位到这个a标签的呀 那最后一个 最后一页的时候 当前这一页的时候 是不是定位不到了呀 因为它的class呢 就不再是shack page next的 而是这样整个长串 对不对 能理解吗 所以通过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来提取下一个按钮 下一个按钮提取到之后 该干什么呀 是不是要点click点击啊 点击是不是到最后一页去了呀 到最后一页去了 该干什么呀 到最后一页去了 该干什么 到下一页去了 该干什么 是不是再提取数据啊 到下一页 是不是再要提取数据啊 提完数据再干什么 保存 保存完了就干什么呀 再提取下一页的按钮 然后判断一下 现在按钮这个长度 是否代理您对不对 如果代理您说明有下一页 如果不代理您说明没有下一页 对不对 如果代理您的话 我们应该接着去 循环循环循环 直到它不再代理您的时候 成绩结束 对不对 这个sno 现在能够想通吗 其实我们之前写代码sno 是一样的嘛 只不过此时此刻我们用了三零 所以在某一个小的细节地方呢 我们需要稍微一些修改 整理的sno的时候之间是一样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新建一个py文件 来写下这个程序 银溜 斗鱼spider 那真的不看斗鱼吗 class一个斗鱼spider 定一个杠杠unit pass掉 定一个run方法 然后呢 只实现主要逻辑 对吧 首先我们来写下我们的思路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一个start ur 对不对 那start url地址毫无疑问 是不是就是他呀 然后之后呢 我们需要什么呀 第二步干什么呀 发送请求 对不对 发送请求 获取响应 我每天给大家写这么多代码 大家就不能够模仿我的代码 去写一些代码出来吗 我们之前看那个视频 不就是模仿吗 对不对 大家客户是不是都没有看我的视频 和代码呀 第三步干什么呀 是不是提取数据啊 提取数据的时候还需要提取什么呀 下一页的按钮对不对 或者这个元素对吧 第四步干什么呀 保存数据对不对 第五步干什么呀 请求 或者点击吧 这个人叫点击对不对 下一页元素 就点击下一个这个元素呀 然后呢 循环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一个思路呀 那首先做的一个事情 start urg就是它 对吧 把它复制过来 放到我们引退里面去 那就self.start url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对不对 然后地方首先发送请求 请求怎么发呀 是不是driver get呀 那首先得有一个driver啊 那么就需要 from三六 import webdriver对不对 然后实力化一个driver 这个driver 我们可以放到引退里面去 这个全力的driver 对不对 就是driver driver的chrome 然后呢 我们再去做一下发送请求 这个事情 非常简单 怎么做呀 就是self.driver干什么呀 get什么呀 self.start url地址就好了 对不对 就是发送请求发送完了 是不是 发送完之后是不是要提取数据 提取数据我们定义方法 叫做get content list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给它传参数吗 我们要怎么提取数据呀 是不是先分组呀 对什么进行分组呀 使用什么进行分组呀 是使用driver 对不对 那我们需要给它传个driver 现在吧 我们需要把这个driver传进来吧 不需要 对不对 为什么呀 因为driver是全局的 我们self直接就用了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driver 这样 find element by xbus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xbus怎么写 大家看到这里每个房间 是不是在每个立标签下面呀 这是一个立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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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它里面对吧 那立标签在哪呢 它是不是在这样一个 ul 要得等于它下面呀 那么通过它 就是定位到这个立标签的呀 所以这里呢我们写 写个 立标签 等于什么呢 等于find element by xbus 当前接点 杠杠 ul 然后at class 对不对 等于它对不对 等于它下面什么呢 立标签是不是 然后立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for 立标签对不对 变定下它 对每个例呢 我们可以接着使用find element 这种方式对不对 find 这是element 写错了哈 find elements 对不对 不能是element 这个时候呢 这个地方用find element 那下面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用find elements element element 才取到一个元素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接着使用xbus 方式 比如说呢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先去到第一页 我们要获取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要获取到这个 图片 大家看看有图片可怎么获取啊 图片怎么获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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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里面 里面里面在哪啊 有class吗 怎么写啊 定位到这个emage标签 动到src 怎么写啊 学长今天大家连插把子都不会写 怎么写啊 怎么定位到emage标签 刚刚我们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啊 是不是在逆这里啊 然后接着我后面怎么写 在逆这里 后面怎么写 定位到这个emage标签 点什么 杠然后呢 咋写啊 但浏览器都没有打开吗 上课的时候 浏览器不打开 编辑器也不打开 对不对 虚拟器也不打开 怎么写 点之后呢 刚刚然后呢 然后呢 我能刚刚span吗 这里也有span对不对 那怎么办呀 是不是要获取一个class的emage标签 amage标签 are的class 等于什么呀 等于他对不对 然后他下面什么呀 amage标签 然后呢 点什么呀 再就这么写呀 我要获取 src怎么获取啊 get attribute 对不对 aggribot 然后呢 src是不是就获取到了呀 那这个地方我们先定一个item 等于空字点 那item呢 它的 比如说 room img 对于他 对不对 那除了这种方式来写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直接从上往下写 也是可以的呀 我们刚刚定用到立标签嘛 它下面的a下面的span a下面是不是就一个span呀 然后span下来 img是不是就拿到了呀 直接从上往下写 它也没有多少g 就中间多了一个a嘛 是不是 一样的哈 那如果说我们还要获取掉这个房间的名字 怎么获取啊 房间名字在这里 怎么获取啊 看见没 这是不是h3呀 除了通常要获取 还可以从哪获取啊 这是不是也有呀 这是不是也有 不认识吗这个 a标签里面是不是有title呀 跟这是一样的对不对 所以房间名可以怎么获取啊 怎么获取啊 对你一点find element by xpass 然后呢 当前进行下来什么呀 a什么呀 之后呢 杠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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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杠吗 get attribute对不对 我刚刚说了 atribut 对不对 是不是src啊 title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如果还要获取这样一个分类 怎么分类获取啊 分类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这个怎么获取啊 分类在这个地方怎么获取啊 这是不是有个span呀 对于他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 比如 room cut grid 对于一点find element by xpass 对吧 也是一样的 当前进行下来什么呀 刚刚span对吧 然后呢 r的class对于他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 然后呢 点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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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tags对不对 还要获取主播名字 主播名字怎么获取啊 一点find element by xpass 怎么写啊 这个地方 主播在哪呢 不在这里啊 那这个主播名字怎么获取啊 add class 等于他对不对 然后呢 加 text 对不对 我们还要获取观看人数 怎么获取啊 观看人数怎么获取啊 是不在这儿啊 这属于是假的吧 我们刚刚第一次打开这个网页的时候 120万对不对 还记得吧 刚刚打开这个网页的时候 等一下大家回去回去看视频 我们刚刚打开这个网页的时候 它是120万 就是我们第一次提出这个页面的时候 然后再回来再看 这就翻成了500万了 450万 是吧 大家很短的时间内长了这么多 不是特别幸好 这个怎么取啊 刚刚有朋友讲 这个是弹幕的数量吗 不是观看人数吗 26值对吧 不清楚啊 现在我们只是要获取一下这个值 对吧 假装它是个观看人数吧 或者说弹幕数 然后这个地方呢 add class 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是不是就好了呀 然后呢 -text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得到这样数据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 放到一个content list里面去 对不对 等于它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 content list -append它是不是就好了呀 appenditem 然后在这里 我们return一下 content list 对吧 然后open的之前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 打一下item 那这个地方拿一下数据 那就content list 等于serve的getcontent list 对不对 然后保存一下数据 那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方法 这方法就帮助我们保存 第一个savecontent list 这个方法我们就不写了 假装它是保存 然后把content list传进去 那现在我们得获取 点击下页元素了 对不对 下页元素我们还没有呢 是不是得先获取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得多写一行 干什么呢 获取下一页的元素 那下页元素 怎么获取呢 刚刚我们是不是讲过呀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通过 find elements by xbus 来获取下页这个元素 对吧 它一个class等于它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就是next uil等于driver点 等于self点 driver点 find elements by xbus 就是什么呢 刚刚a 是吧 r的class等于它 那它的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在a标签 对不对选重量 你需要是s 对不对 那我们后面需要判断了 nextuil等于什么呀 nextuil等于0 对不对 它定0个对吧 if none nextuil大运的时候 下定0个 否则的话呢 就是nand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行判断呀 如果它没有的话 它是不是就会报错呀 如果我们不使用这个判断 而使用element element的话 是不是就会报错呀 但是我们这样判断之后呢 它就不会报错 对不对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取一下 取下什么呢 取下nextuil 取到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得点击了呀 就是nextuil.click 对不对 click是不是到下一页去了呀 但下一页之后 是不是又得提取数据了呀 和这先做这一行对不对 做完保存对不对 是不是得保存了呀 保存完了之后 是不是又重新的 再去点击下一页呀 然后再做这个事情 一直做做做做 这后面全部是没有必要的 对不对 那可以怎么办呀 是不是well true呀 但我们清楚 我们是不能直接well true的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写个well什么呢 nextuil is not a none 对不对 在那部位难值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在这里 干什么呀 click操作 对不对 click之后呢 先去提取数据 加提取下页的元素 然后保存下数据 那现在元素到这个地方 就更新了 变成了下页的下页的元素 对不对 然后到这判断它是否为难值 如果部位难值 如果部位难的话 接着做后面的事情 等这个run方法 跑完之后呢 整个程序结束 那方法什么时候结束呀 就是最后nextuil 有点为难的时候 nextuil 有点什么时候为难呢 是不是就是 它没有下页的时候呀 没有下页的表现是什么表现呢 就是通过这个 find element by x bus呢 获取它的元素 它的长度呢 不是大于你的 对不对 就空的 所以说到这 程序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呢 我们跑一下程序看下结果 先实力化一下斗鱼 斗鱼 斗鱼Spider 然后斗鱼有点乱 对不对 执行一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把python 零六 大家发现这个速度是不是太慢了呀 所以这就是三零六的效率的问题 它的效率呢 可能并不是那么高 大家好像有些bug 发现没 它的狂点 发现了吗 它是不是在这不停的点下页呀 但是价格就没有提取数据 发现了吗 我们去看一下 为什么会找到这种原因哈 发现了 find elements by x pass ul class 对于它的 这是id是吗 嗯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id呀 对 ul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id呀 我们写成的class对吧 把它改了 大家可以看到 当这地方写错之后 这个空列表 所以下面内容都不会执行 它直接做后面的事情 对不对 嗯 重新跑一遍成绩看下结果 所以很多时候之前在说 为什么我们要用三零六和request 配偶再去使用 不单纯的使用三零六数据 因为三零六速度太慢了 效率太低 大家可以发现它是 加载完了之后呢 在做后面的事情对吧 那这地方又报了一个错误 报了哪呢 the string is valid invalid class 我们这里呢 是在这个地方 扫起了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方括号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地方扫起了方括号啊 嗯 扫起了方括号 打不开了 打不开了 转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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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数据提起速度也很慢啊 它是一点一点提起的对不对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个网页的HMR字符串交给lxml模块处理 它是不是瞬间就出来来啊 这个地方呢它是非常慢的提起速度也很慢 它是一条先取决一条再取决一条第二条 所以这个地方呢大家也可以知道 如果说我们给它concent list这个地方呢 我们希望干什么呢 我们希望把它交给lxml模块去取决数据该怎么办呀 是不是这个地方要把paysource给传进来呀 是不是可以把driver的paysource给传进来呀 传进来呀 传进来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拿着lxml模块去处理它 使用e-tree来处理它呀 能明白吗这个地方 driver的paysource出来获取什么呀 driver的paysource后来获取什么呀 driver的paysource为了获取 网页的HMR字符串嘛 和element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字符串 对不对 我们把它交给lxml e-tree模块去处理的时候呢 就可以使用e-tree处理之后的element对象呢 使用e-tree方法做前面事情了 做了内容呢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学习的lxml模块 lxml模块 学习的使用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地方报了个错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会报错呀 为什么会报错 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什么呢 element not unable to locate 是哪个位置报错了呢 是这个地方19行 19行是什么呢 在这个位置 其实它没有找到 前面不是都找到了吗 为什么这个地方就没有找到呢 这在干什么呀 这是在干什么呀 大家看到我们 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们当前这个地方是在第几页呀 是不是在第二页的时候呀 第二一开始它就报错错误 是问什么呀 没有等它对不对 是不是要等一会儿啊 我们前面是不是也讲了呀 因为它会立马从中提起数据 所以我们这要需要 import一下time对不对 import time 然后time在这sleep三秒钟对不对 三秒钟 或者两秒钟其实都是可以的哈 现在我们定上这看一下 到此之下 这下班 我们就会再试试一下 我们再试试一下 我们再试试一下 先试试一下 是不是翻页了呀 然后程序在这等着一会儿 发现没 然后现在又提起 是不是就没有报错了呀 就这个样子 程序我就不让他跑了 没什么意思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程序就写完了 这个时候我们在博物图 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程序 是不是思诺和之前一样的 也是先有个URL地址 然后呢 发动请求 获取响应 然后提起数据 然后保存 对吧 之后做第五波的数据 是因为我们还在获取第二页的数据 那获取第二页的数据 大家可以发现 也是那个几步 先获取一个URL地址 发动请求 然后呢 提起数据 然后保存 然后再循环 对不对 依然是这个样子 所以思诺永远都是这样几步 把第一页出去拿到之后呢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每一页的内容呢 我们只要想办法 在那个翻页那个地方呢 想想该怎么做就可以了 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 对吧 就程序难吗 不难对不对 非常简单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